世界杯小组赛F组的第二轮 克罗地亚对阵加拿大 克罗地亚队的克拉玛里奇 每开二度帮助球队4比1逆转加拿大 加拿大两战劫富提前出局 而同组的另外一场比赛 摩洛哥全场顶住了比利时的进攻压力 以2比0爆冷击败对手 克罗地亚与加拿大的比赛 开场仅两分钟 加拿大就取得领先 布坎南右路船中 阿芳索·戴维斯冲顶入网 这也是本届世界杯的最快进球 克罗地亚随后连进两球返超比分 第36分钟 佩里西奇传球 克拉玛里奇进区内小角度远射入网 第44分钟 尤拉诺维奇中路传球给队友利瓦甲 后者湖顶处停球 顺势起右脚低射得分 下半场比赛第69分钟 克罗地亚在左侧发起进攻 佩里西奇拿球后传向进区 克拉玛里奇晃开米勒后 左脚低射得分 没开二度 帮助克罗地亚3比1领先对手 克罗地亚的第4例进球出现在第93分钟 米勒停球出现巨大失误 马耶尔街队友横传推射入网 此后两队都没有再得分 克罗地亚获得小组赛首胜 加拿大则两战接败 无缘晋级16强 另一场比赛 比利时与摩洛哥的上半场较为沉闷 商厅补食期间 摩洛哥差点打破僵局 齐耶赫利用右前场的定位球 直接将球打入圆角 但由于队友赛斯越位 裁判重看回放后 判罚进球无效 第73分钟 摩洛哥如法炮制 萨比里在前场左路开出一脚定位球 直入网窝 摩洛哥1比0领先 摩洛哥随后越战越勇 顶住比利时的进攻压力 第92分钟 阿布哈勒尔街中路传球 攻门得手 摩洛哥最终以2比0 暴冷击败欧洲红魔比利时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